20日上午,连接新北市三重区与台北市的重要交通邀道中校桥上发生一期连接车钢梁掉落事故 导致桥上车道一度完全堵塞,众多通行族耐滞流 然而,就在这混乱的场面中,一位早餐摊贩成为了焦点 他推着满载餐点的小车,直接在桥上贩售早餐 这一幕迅速在网路上引发讨论 随后,这位摊贩的身份也被揭晓 他还分享了当时的心路历程和未受出食物的最终去向 根据报道,这位康幸摊贩与合伙人在新北市三峡经营一家已开业超过六年的早餐店 当天,他准备了120份饮料和三名字 计划前往台北车站积极站设探贩售 不料,在忠孝桥上遭遇钢梁掉落事故 交通陷入瘫痪 康老板回忆说,当他发现车辆无法前进时 他下车裁判情况 得知事故可能需要4到5小时才能排除 他担心这些早餐会因此报销 预示决定推着部分餐点走到车阵前方 现场开卖 他强调,这么做纯粹是为了避免浪费食物 并非意图趁机牟利 这段突发状况中的急性贩售 很快被其他驾驶拍摄并上传至网络 引发热意,康老板也因此意外走红 成为中校桥上的早餐探贩 最终,康老板透露,由于警方处理得当 他在上午8点50分左右顺利抵达北车涉摊 但由于时间耽误,一些餐点未能售出 康老板最后将这些未售出的餐点分送给季节占物人员和街友 确保食物不会被浪费 大家对这个摊贩有什么看法 都欢迎留言讨论 感谢收看Bin News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导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